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这个object对象 包括object.type对象 它里边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一些nate对象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number对象 在说number对象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也讲过number这个函数啊 对吧,转换成我们数值的 同样的来看一下number对象也一样 number对象呢也是我们js 对象中一个允许你处理数字值的一个包装对象 number对象使用的是我们的number这样一个构造器来创建的 但能想得到这样的对象呢 它的语法可以通过new number来传入这样一个值 如果说这个参数呢是无法被转换成我们的数字 它会返回我们的nn not a number这样的效果 接着呢如果在非构造器的上下文中 就是我们没有使用这个new操作符 那这个number呢能被用来执行我们的类型转换 就像我们之前学过的 它可以把任何非数 把我们的任何数值 把我们任何值转换成我们的数值 当然呢我们的number对象中也有一些我们的属性 包括提供了这样几个方法 我们可以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如何来应用这个number对象 来一个例子 三个number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啊 比如说写一个new一个通过构造器的形式来创建这样一个number对象 123.123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对象 如果你不加new的话 代表的是函数 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个不加new的野形 number函数 表示123.123 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下 n 包括你得到一下它的类型 console.log一下 type of n 它是一个函数 可以看到 得到这个number 它是把你给我的这个值转换成我的数值 你写的是一个字符串 接着转换成了我们的数值 那现在你看到 得到它的类型 是不是一个number了 对 这是一个函数 这是一个数字 接着你再看 想得到 想通过构造器的形式 我们需要使用new操作符来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再写一个n 等于new一个number 同样的123.123 这时候你再来console.log一个n type of n 你看现在这叫一个对象 所以说这要区分开 number对象 它的值123.123 接着看 它的类型 type和分得到的是什么 object 证明是一个对象 那在我们这个number对象中 是不是提供了一些 常用的什么 常用的这些属性 可以看到 常用的这么多属性 接着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这几个属性 像最大的证数 最小的证数 包括特殊的非数字值 然后特殊的number 包括我们的neptive infinity 特殊的负五穷大 包括特殊的正五穷大 包括我们这个prototype 这个都有 接着来看一下 这几个属性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 console.log 直接写number对象 点上一个 像最大值 最大的证数 maxvalue console.log number对象的 minvalue 包括 number对象的 nan not a number 以及负的 无穷大值 number 点上一个 negative infinity 包括正的 无穷大 number 点上一个 positive infinity 可以看一下这几个 得到的 像我们的 最大证数 最小证数 not a number 负的 infinity 包括正的 infinity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你也可以通过 什么的 假如说检测 一个值是否是 non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 isnon来检测 对吧 那接着你看一下 只有这个值是non的话 它才返回什么 才返回我们的真 同样的 它也属于我们 number对象中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这样来写 console.log number number 点 isnan 检测一个 如果是nan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 tru 来试验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tru 那接着再看 只要不是它的话 返回的都是fault 来试验一下 来试验一下 改一下这个值就可以 假如说你要传一个是 什么呢 传一个 number 点上一个 nan 它是不是还是nan 对吧 包括我们要写上一个 0除以0 得到的是不是也是 我们的nan 对吧 但是如果你写上 这样一个小事 先看 正确的 这几个都是正确的 返回的都是我们的tru 看到这几个 都是tru 把上一点 都是tru 接着你再看 只要不是nan 它返回的都是fault 即使你是这样一个 字符串 是不是也是fault 对 这样的效果 false 包括 假如说你是一个 undefended的 是一个空对象 是一个布尔类型 数字 字符串 它都会返回的是什么 对 空字符串 包括 像我们的是数字 包括我们的布尔类型 tru 包括undefended的 它返回的都是false 你看 这几个值 返回的都是false 全部都是fals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属性 包括这一个 nn这个方法 我们namb对象呢 同样的也提供了 额外的几个方法 可以看一下 还有哪几个方法 第一个 有一个什么样 tofixed tofixed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 返回一个字符串 是以定点的形式 来表示一个数字 并进行了四搜侮辱 我们先看第一个 tofixed 来个例子 当然这几个几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不显示创建我们的一个namb对象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来调用这些方法 那实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上面一个vrn等一个123.456 123.456.789 接着我们可以直接通过 console.log 现在没有创建这个namb对象 直接通过这个数字 调成一个tofixed 那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来通过结果 我们就知道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得到了12346 证明进行了一个四搜侮辱 同样呢 你可以告诉他保留几位小数 把它复制一下 假如说保留一位小数 可以 保留两位小数也行 看一下结果 123.45.7 123.456 接着进行了一个四搜侮辱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如果说你说想保留几位 保留六位小数或七位小数 这时候会在后面来补零 你看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按照你想得到的一个精度 进行了一个补零呀 这样的形式 同样的你可以直接来写数字 console.log一下 假如说写成一个1.23 1.23 1.23 1.24 点上一个tofixed 保留两位小数也可以 包括console.log写成一个1.23 1.23 5的20 点上一个tofixed 去两位小数 包括你也可以直接写 console.log2.34 2.45 点上一个tofixed 你想保留一位小数都可以 这样的效果 那你看一下这个函数返回的这几个值 这是我们返回的这几个 包括最后一个保留一位小数 它进行了一个四搜五入 再往下看 下一个 还有一个to expandio 它返回一个sift 它是以指数的形式 来表示这个数字 那指数形式呢 就是我们logs 接着你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也可以这么来用 我们再生命一个数字 为了写成一个n 等于一个77.1234 就随便写啊 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console.log n 点上一个toexpandio 得到的结果 来看一下 应该是7.7123 什么什么4 e等一次方 是不是还是77.1234呀 以指数的形式 来返回我们的数字 同样的 你可以这样在后面来加上 你看我可以写上一个 你写一个2 写个4 得到结果 当写2的时候 证明是7.71 1 接着 e等多少次方 代表保留小数点后几位 写4 保留小数点后 4位 同样的这个数字 返回的也是指数的形式 指数的形式 接着再看最后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是 to position 它呢 既可以是指数形 也可以是我们的小数形 这个to position 接着你可以试验一下 再声明一个 vn等于一个 5.1234567 直接来写 console.log n 点上一个to position 把它复制一下 随便 随便来 带上一个三数 2 5 看一下它返回的值 第一个返回的是什么呀 5.1234567 5.1234567 返回是不是一个小数呀 接着你写了一位 它返回的是一个值 是几啊 是5 写两位 返回的5.1 写了5位 是不是代表返回的这个是数字的位数啊 这样的效果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让它以指数的形式 假如说你写了这样一个效果 直接来写了 写数字也行 123 123 4.567 点上一个to position 去两位小数 这时候 它返回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指数形式 也可以 也可以 当然呢再往下看 在这我们也往下列 我们所有对象是不是有一个to string方法啊 那我们num的对象也会有这样的一个to string 假如说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这个to string呢 它比其他的to string多了一个可选参数 你可以设置一下几进制 默认是一个实进制的 new一个number 假如说写上一个255 接着你可以直接来写 console.log一下n.to string 而反回的就是255 默认的也是实进制 你可以在这里边带上我们的进制 实进制 n.to string 同样的也可以指定我们的进制 console.log n.to string 一起来看 写生一个 16进制也可以 两个F 包括2进制也行 n.to string 2进制 可以带上我们的进制 你看一下 默认的to string得到的是255 包括像我们的实进制 默认也是实进制 255 那16进制呢 转移的是两个F 2进制呢 转移的是这一堆E 这样几个E 8个E 这是我们的to string 每个对象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对 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num对象 那接下来再看一个简单的对象 这两个对象我们就一起来说了 看一下下个内建对象 我们的布尔对象 在说布尔对象之前 我们是不是也写过这种布尔函数啊 转换成我们的布尔值 可以通过布尔函数来实现 那布尔对象呢 也是一个包装了我们布尔值的一个对象 这块呢 简单知道一下就可以 语法呢 直接new布尔通过构造器的形式 传一个值 那接着 如果说布尔构造函数的参数 不是一个布尔值 那这个参数呢 会被转换成一个布尔值 那如果说参数是0 负0 这几个值 它会生成的布尔对象呢 是一个false对象 那其他的值呢 就会转换成我们的处对象 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比较简单 测试布尔为像 同样的 你需要通过构造器的形式 来创建一个对象 where b等于一个new布尔 那现在这是一个布尔 对象 不是布尔值 你可以通过console.log type of b 得到的是一个布尔为像 来看一下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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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你可以调用一下 当你身边没有传的时候 默认的值是一个false值 可以通过b.valueof 得到的是一个false false 包括你可以在这写 看一下它的类型 是一个布尔 是一个布尔 b.valueof 布尔 包括你想得到一下 我们布尔中的false 除了真就是假 我们找出假的 你可以在new对象的时候 传这么几个值 假如说负零 零也可以 你可以得到一下它的值 是不是false呀 对吧 同样的你把它改一下 直接写了b等于new一个布尔的 就那几种情况 负零 也是false false 包括你写一个 new布尔的 写上一个 now 还是false 就这么几种情况 看一下 其他的你自己来实验一下 像false NN 包括undefended 或者空字复创 我就带你简单实验一下 可以 false b等于new布尔的 false 得到的也是false 包括我们的 undefended 看到还是false 包括空字复创 还是false 其他值都为真 你看 布尔的 写上一个字复创 的false 他也是初 但是呢 我们说了这个布尔对象 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因为呢 他没有提供一些 这个对象资深的一些 属性和方法 而且呢 在这会儿看往下 往下看啊 这个注意 我们的原始的布尔值 和布尔对象 是不一样的 任何值为undefended 或者none的对象 包括值为false的布尔对象 在条件语句中 这个值都会作为处来判断 而且我们说了 不要通过新建的布尔对象的方法 将一个非布尔值 转换成布尔值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 任何值 转换成我们的布尔值 可以直接通过谁呢 直接通过我们的布尔函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写过 这种布尔函数 你可以看一下 就跟我们的number 函数一样 当然呢 我们那个number对象 还提供了一些方法 这个布尔对象 没有提供啥方法 直接写成一个值 b等于一个布尔的 假如说你写成一个test 那这时候 它是一个真还是假 对 是一个真 你看是一个tru 同样的记住 尽量的使用我们的布尔函数就可以 不要使用这种布尔对象 因为它们没有什么特殊的 以直接使用这种布尔函数就可以了 而且再往下 如果说你用一个对象 作为布尔对象的处时化值 即使这个对象的值是false的布尔对象 那生成的布尔对象值也是处 包括最后我们说了 不要在该使用我们布尔原始值的地方 使用我们的布尔对象 所以说在这儿呢 只是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布尔对象 有这样一个对象 内建对象 尽量的不要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直接使用我们的函数 使用我们的布尔函数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这个内建对象 比较简单 它们两个我们就一起来说的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string对象 包括我们的数组对象 以及我们的函数对象 那这几个对象中的方法 还多一些 那我们一一来看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学了这两个对象 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个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